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女中印了 朗诵了一首词来描述一下首都这两天的状况 咱们来听一听 围露双颜 难判风遭 一带添交央视裤衩 只见后座不见腰 陈入费有不要命者来做早操 鼠崩流人 我不晓得是不是心理作用 怪不得这两天我跟北京的朋友通手机长途电话 总是收讯不清楚 总是又喊 好像回到20年前出来 手机 你知道这个PM2.5 在前段时间引起这个国际话题了吗 是吗 就是这个到处都有间谍嘛 美国驻北京的使馆给我们中国发布 他们测的PM2.5的这个数值 结果跟咱们环保部门的那个不一样 但是今天你看啊 他们这个大使馆好像是美国大使馆 你导演给看一下 这两天吧 就这两天吧 测到这个数值 你看500啊是一个有毒害的极限 但是现在呢 已经测到是522PM2.5的这个细颗粒浓度522 你再看下边 你看刚才讲朝阳区美国使馆定时播报 这个是什么呢 北京空气污染的指数 这就是美国大使馆 他前一阵测的 这个是一个一个 所以说我们官方测的是500 美国大使馆测是200多啊 12月6号 12月6号 今天中午测的 今天中午测的 这还是美国使馆测的 你再看下边 哎 哎这是咱们拍的 咱们北京这个环保部门嘛 在农展馆嘛 附近拍的这个照片 是12月5号星期一嘛 这个这个昨天拍的照片 说这就是北京 我我我我没我没考明白 你的意思是什么 美国使馆测的高还是低 高 比我们说的那个高 帝国主义惯用心不良嘛 误昧我们祖国嘛 你还说帝国主义了 我跟你说 我这个刚从伦敦回来的时候 我知道他们国内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还特别让我的助理啊 我说你去查一查伦敦 因为伦敦物有名 总是阴霾的这个天气嘛 总是阴的这个天气 我说我想 我说但是呢 我在伦敦我觉得阴天都是好的 真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远 你是正好碰到的 伦敦的天气在哪 为什么 我觉得伦敦的那个阴呢 我这个人是喜欢阴天的 但是伦敦的阴呢 阴的透明 阴的忧郁 我喜欢 你就没多带一阵 你要多带一阵啊 你知道欧洲人为什么稍有太阳 就穿着短裤趴在海滩上 就是因为他们整天阴阴实实的 整个欧洲都是 但是除了西班牙 徐老师 我的助理调查会来了 伦敦的这个阴 果真就跟北京的阴霾不一样 它的PM2.5的这个值啊 很低 并不高 并不高 比北京低得多 对因为阴跟张是两回事 北京不是阴 是脏啊 各种的沙尘灰尘污染是脏 那在英国也好 欧洲也好 那真的是阴了 因为它的地理环境 整个位置 而且阴两天 它阴里面 它有它的各种的活动 整个城市的规划 让你阴天里面 你还是可以行动 可以娱乐 这北京我听朋友说 脏到你根本不想出门 出门也完全不方便 你们别吓我好不好 我下礼拜就要去北京 满怀兴奋的心情 我不是吓你啊 徐老师 被你们搞的这个样子 徐老师心情不好啦 不是 徐老师我不是吓你啊 你这个装支架的 我也很担心 我也很害怕 因为我看到这个有报纸新闻 好像是有什么部门呢 这个PM2.5 达到一定浓度以上啊 就要提醒心脏病和肺病的这个患者 就要注意 比如说你就别出门了 因为很容易诱发你这些个病症 而且随身带着一个扫 扫一下你的计价 把尘埃扫掉 可是那个刚刚我觉得还是好奇 你说美国人车出来的数字比我们高嘛 那徐老师是说帝国主义嘛 那我们香港的角度是一定怀疑中国的数字 内地的数字 就像我们听太多这种可能传说了 就说像在夏天 北京明明有40度高温 他就公布说没有只有37度 以防你每个人都不用上班 会不会现在北京的公布的数字 也有这种情况 这个现象很普遍 这个现象我总结了一下 就人家不是有的人批评说 知识分子常常是只看病 不出药方对不对 只出病症不出药方 我后来发现现在有一种情况是 它是根据药方来看病 这使我想起一个什么情况 因为我以前有个朋友讲过一个 看病的病例 他说他去看 看完了一个医生就说 你有保险吧 你有钱吧 能不能动手术 他说可以吧 我有保险吧 那你就快查查 你可能有胃癌 结果他一查以后 他说我没有保险 我现在也没有钱 那医生说吃吃药 你大概就是胃癌羊 她的病可以随着你的 最后结果来调整 这非常可怕 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有点像有些女人 你要问我有多爱你 要看你有多小钱 你要先告诉我 你有多小钱 我才能告诉你 我有多爱你 等于简单来说 先有了结论 而且结论的重要性是怎么样 才去找推论才出来 可是子东你刚说的 那个文章说的 还是推车而已 拆车而已 因为报告还没出来 可能报告还没出来的理由 还是有其他 比方说他真的写不出来 或说他研究出来了 根本牵械的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那可能国家当局又觉得说 这样不行 这样我们这次要杀中药 要做杀中手 这个现在发生的事 我就觉得这个发生的太多 报道的太多之后 真的遗忘很快 你说这个温州动车 你就快忘了 今天你要不说 我早就忘了 有这么回事了 什么来着调查报告 谁开教练进呢 你知道吗 说死多少人 真的人就是这么残忍的死40多个人 200多个人受伤 忘了 你真的我都不记得了 你叫你不坐高铁 你坐高铁的人全会记得 我跟你说 我要天天记得这些事 心情就不好了 所以咱们今天本来说天气不好 对吧 接下来我想说说 这个天气不好 中国人往往爱说天气 天气好不好 今天天气 今天天气 为什么呢 马博士 为什么全人类见面打招呼 生熟的人都爱说天气呢 对 除了中国人 英国人嘛 坐下来通常就讲天气 英国人也是 因为有心理学家指出 很简单嘛 这个最不会冒犯别人的一个开口说的话 当你讲天气的话 第一个 每个人都有鼻子去闻 有皮肤去感觉 有眼睛去看 你一定有话说 文涛今天天气怎么样 你一定有话说的嘛 不用读过书 不会冒犯人家 我在洛杉矶生活过 你在洛杉矶就不行 因为他的天气永远不变 在洛杉矶没有人坐下来讲天气的 要是讲天气 这等于是在嘲笑人家 那肯定咱们中国天气多变 所以咱们就叫聊天嘛 聊天 都是聊天 所以这个 他就说最不会触犯人的心情 我就是说呀 很多时候啊 这个心情向天气 最近我从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里 发现一连串的心情不好的情况 这个心情不好啊 你不是越发现自己心情越不好吗 没错 那我跟你说成了一个严重影响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问题 我就跟你讲 就在这些天之内发生的事 陕西 好像巡西这么个地方 陕西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拿了个火钳子 烫伤了10个小娃娃 他说他心情不好 广东接西的一个小子 放火烧废品收购站 烧死一家三口 对广东接养 烧死一家三口 他说他心情不好 那就在好像是昨天前两天 一辆宝马车主疯狂的追 追上一辆奔驰车主 拉开门 把这奔驰车主打死 活活打死 打死 我看到这新闻 说为什么 只有说心情不好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这意义这心情不好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刚才我说 这个宝马车主追奔驰车主 然后把奔驰车主打死 这事 这徐老师干的吗 徐老师最感兴趣 不是 我看到那条新闻 我当时的就 这个一个本能反应 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交通事故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打斗 有人被打死 为什么要车上两个车牌的名字 就是这两个车的牌子 就是说 这跟车牌子 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 如果说你是一个宝马车主 撞了一个比亚迪 那还有个穷富之间的差别 或者撞了一个首富拖拉机 那个欺负弱势群体 现在这两个这个 这样的力量 两个有钱人 自己恶都恶 对不对 这个最后打死了 所以这个 我关注的是个 传媒报道的这个角度 就他为什么要 不是汽车公司花钱的吧 这种时候 为什么要拿出来 这是要拿着这个新闻 给汽车公司讨钱 对 以前是有过这样 说你什么地方提到茅台酒 你小说里写到茅台酒 你拿去 他就会送你酒 不是 你知道 现在这个 说有名的 这几天刚出来 说曹操牧是假的 那个人是个著名人物 说他掌握的证据 结果是一个逃犯 实际上就是这个勒索 你知道 我国真是个假的遍地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假记者 现在已经到了一种非常成行成事的程度 到处都是假记者 这个假记者是干什么的 就是勒索钱财 凡是这个能源煤矿或者是什么 你不要出事 什么出什么工商 一出工商 真记者是第二天才到 冲到第一线的假记者 假记者有时候拿好几家的钱 就是这样 我听一些朋友说 而且是排队不仅一个 像在任何地方有个事情发生了 比方说矿场发生悲剧 一堆几十个假记者 去那边排队去领接口费 排队你不敢相信 你真的季节去想要采访 要排在后面 要慢慢排 排第58个才轮到你 然后这个他就说 这个我看有一个词 就报上有评论 说这个宝马车主追上去打死 这个奔驰车主 他有个词他说叫全民焦虑 你知道当然咱也要很谨慎说这个 任何一件事都是个案 对 他不代表全体都这样 可是你也能感觉到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这个人 就是北北京话爱讲 黑我这暴脾气 就是越来 你知道我还能跟你说出一大串 这个黑龙江的一个媒体 你看还讲了一个 还是个什么鹤港的 龙媒集团 一个中层干部 因为工作纠纷 下属啊 就把他烧死了 而且我还想起前一阵东北 夫妻俩吵架 你知道吗 夫妻俩这一吵架 老公就往老婆身上泼汽油 泼完了之后呢 大伙几点招一张 啵把老婆点了 你说他就是说 到最后老婆深度烧伤 生命垂危 他后悔不已 就是说 你知道吗 他会后悔 但是当时 为什么这个脾气 最近我在生活中 我就感觉到 就是这个人呢 好像这个火啊 越来越容易往上穿 你不觉得吗 这一系列现象 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特征 都是一些 其实我们简单说 是反社会的一些行为 而且是常常针对弱势 比方对小孩幼儿园 对小孩动手 已经很多次了 小车 像是烧老婆 就是他 他不是真的反抗强权 你刚才说一个烧上司 这个还是 有点盲队 这个好像还有点反抗 其他大部分是 明明是被狼欺负 但是他不是 他做羊吗 可是他欺负下面的兔子 羊能欺负兔子吗 打个比方吧 否则没办法 对吧 就是 建了狼显羊相 建了羊显狼相 就是这么 这是一个反社会 但是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我就会想到 因为这种事情 其实也不是今天才有 说实在话 今天是因为传媒发达 大家知道的多 回到六七十年代 难道中国就没这类事吗 我在想 我在想到 你那个年代过来 我在想 但那个时候是比较少 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阶级斗争 因为一旦有任何这类的事情 哪怕你不要说是点火烧了 你就烧盆稻草 人家就有阶级斗争行动一下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快 你就完了 你就不敢动 高压 对不对 广东揭阳的这个 你记得吗 他还烧了两回 他跟被烧死那一家三口 没愁 他是什么 他自己盖房子 借钱欠了债还不起 他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呢 他就去烧纸 烧点塑料 他到哪烧 不得到垃圾堆烧吗 所以他就到费美休克站烧 第一回烧完了 他就走了 发泄了 也没烧到人 过几天 这边又第二把火 把人家一家三口烧死 烧得过瘾 那我更感兴趣是说 心情不好这个说法 我觉得我们要小心 因为刚刚听文涛说 很多个案 他杀人 什么破坏 然后说我心情不好 因为我心情不好 所以去破坏 好像因果关系是这样 我是很怀疑的 可能是说坦白讲 我们破不破坏 每个人都想打人 我不晓得有几次想打你了 可是因为我的修养 因为我的情绪 不是修养 只有法律在后面限制 还有法律是最后 我要修养 我的情绪管理 我的法律 我的利益计算 还有我打不过他 这也是利益计算 那这些 可是现在很流行说 你破坏了一些事情 这把我心情不好 这个作为堂皇的理由 光明正大的理由 这意思是说 我们回看 这个社会 不仅是中国 全世界 这十年 都把心情好 太当作一回事 好像天经地义 每个人都要什么 我开心 我不开心 假如你在香港 你看新闻 看报纸 看听电台广播什么都好 你经常要听到这个字 我不开心 我不高兴 这样 好像这个东西是那么重要 所以当我打完你了 我这时候我心情不好 其实跟那个无关 我觉得我对这个说法 更感兴趣 真的 香港人这个语言 这个如此的贫乏 也以至于 他们网上都弄出一个 就是TVB现在这不是颁奖的吗 这个电视剧集 就是现在有一种 现在大陆人也都很熟悉了 配音之后都非常熟悉 就是说有一种叫港剧枪 你知道吗 这港剧枪现在成立一种特流行的巨式 就是一说就是这个什么 不什么不要这样了 就是我想他们是怎么说来着 就是说这个 走眼了 最赶紧好似的 就是做人最紧要开心了 你同不同我 我专门 我专门 还有 我煮碗面给你吃 对 我专门还有一个最经典的 你看几乎所有楼德华的 或者说香港的黑社会片 都有这句对白的 就是说 我没得敢 我没得选择 是 我一定要去救他 一定要冒险去救我女朋友 杀死对手 我没得敢 一定有 一定有 这些就是中间机制 就是你刚才讲的 从不开心到打人 你刚才不是列了好几条滴坝吗 你的修养啊 厉害计算啊 以及法律的制约啊 这个就是制约 就是因为我们谋得敢 所以你就算不开心 你还是要觉得 怀心低了 就是你知道 你要这些都是 刚才我们讲 你一不开心就可以去杀人 去放火的 那就是因为中间的这些堤坝没了 或者这个堤坝越过太容易了 所以你就说这知识分子 有的知识分子聊天也挺逗的 你知道在那忧心重重的 就是我那天就说起这些事啊 他们就觉得 就是说 说最可怕的是什么 有一个老哥们就说了 说是什么呢 说你看 过去出了什么一个问题 咱们总是说这个领导有责任 或者说什么什么 感觉人民群众眼睛是血亮 他说我告诉你们 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 咱们的领导 这是中央领导 他们是脑子最清醒的人 真正可怕的是人民疯了 开玩笑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刚才话没讲完 就是说以前虽然心情不好 那事情比较看到的少 一是阶级斗争的高压 还有一个原因 现在的武器厉害了 现在啊 老百姓啊 一旦有什么心情不好 有两个最简单的武器 一是汽车 二是网络 汽车怎么叫 烧车 你看看我们节目 这大半年做的 所谓的社会新闻 其实基本上等于一个交通节目 你看温州动车追尾 小月月事件这么大 不就两面包车压死一儿童吗 对不对 笑车事件搞得全民反省 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 不就是甘肃的一个车 也是交通 它是逆向行驶 逆向行驶 一个泥头车对撞 对不对 正好这是笑车 是什么车都玩的了 这不是交通 你看现在刚才又奔死宝马 对 我们一年有大半年 在讨论交通事故 徐老师 你这个洞察力 你还真的是说 中国人的社会 无独有偶 我跟你说 虽然原因和本质大不一样 但是表面一样 我又受你的启发 我就想起 我在台湾 我挺爱看台湾电视 因为看的时候 就觉得忘记天下 是吧 看台湾电视 我看了这么一晚上 是全台湾岛一天交通事故汇总 他这个新闻没别的 从这个寡蹭 从一个普通的寡蹭到撞车 你就看台湾整天 24小时 因为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我在台湾也是非常爱看 他你汽车交通还没发生事故 他就去报了 他派了几个记者 走在路上派人家 你看你看 这个车追尾好危险 很容易出问题 他根本还没发生事故 他就把它作为一个新闻 这样报给你看 但是有趣是有趣在 他们台湾香港是新闻少 所以普通撞车就成新闻 对对 中国大陆现在不是这样 它是社会矛盾积聚的太厉害 所以任何一撞车 撞出一大堆的社会 你知道你要 后来就全部是车的问题了 小月月大家都知道 我跟你说 你要这么比 我就不得又得讲 我们北京凤凰会馆门前这条路 你知道我要是坐车 上那去录像 一个小时 那么半个小时就堵在这条路 走只要十分钟 我跟你讲 它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 你知道吗 它本来是个双行的车道 也够这个地方 但是后来因为两旁有人乱停车 乱停车它也管不了 最后它采取个什么办法 就有的单位 好像说该谁收停车费 都说不清 最后就有人弄这个铁杠子 把两边就是各封起了一段 于是这个路就变得 刚刚只能容两辆车 很紧了 其实要叫这样 我认为有关交通部门 你就规定单行道好了 有一度是单行道的 对 到后来又是双行道 双行道就反映中国人这暴脾气 美美堵在哪 两个车龙对着 顶着 谁也不让 谁也不让 问题是报警没有用吗 被路被人家霸住 以后就希望里面 有个人泡出来说 我爸是李刚 人民群众自己维持秩序 等了半小时之后 总得有个人下来说 让一让 你们让一让 让一让 然后大家慢慢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